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将物体拖住 使弹簧回复至弹簧原长处 再使之从净值开始自由落下 则物体将做上下的往复震动 若不计摩擦力 重力加速度为矩 则请问物体的震动周期还有最大速率是多少 那么这个是所谓的弹簧在千值方向的震荡 那这个题目里面只有告诉你说它是上下的往复震动 那这上下往复震动 它是减斜运动吗 我们在上课并没有提过 我们在上课证明的其实是水平方向的弹簧运动 因为水平方向的话 这时候弹簧就只受弹力 那这个弹力的话 我们知道根据虎克定律 它是等于-kx 也就是说它的力量刚好跟它的位移 来呈正比 而且方向相反 那这个其实就是减斜运动的一个很重要的判断式 可是现在是千值弹簧 那千值弹簧除了弹力之外 它还会再多受到一个什么呢 还会多受到一个重力 而且重力在整个运动过程中是不变的 那这样子这个弹簧运动 还是减斜运动吗 我们要做这个题目之前 我们必须先讨论这个千值弹簧运动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我们这边先来讨论一下 我们现在讨论这个千值弹簧的震荡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弹簧在来回震荡的时候来 它一样会有平衡点 那这个平衡点是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知道所谓平衡点 其实指的就是它合力为0的地方 所以如果是水平弹簧 来这个平衡点一点问题都没有 来它的平衡点其实就是圆长 来就是圆长 因为我们刚刚讲过水平弹簧的话 来它在水平方向的力量就是弹力 那弹力在原厂的时候来它不合力 不受力 所以这时候这就是圆长 可是千值弹簧不是 千值弹簧除了弹力之外 它还会多受了重力 所以我们必须要先来讨论一下 来在这边 它合力是0的话其实应该是它的弹力要跟它的重力抵消 这样子这个点才是平衡点 所以如果我现在假设 假设这叫圆长 圆长的话来升长量 我们现在这个X表示升长量 升长量来是0 那如果来到平衡点 假设这边这是平衡点 那么假设它升长了多少呢 来这边升长了X0 所以来这边升长量我们就可以写成是X0 好那我们现在要来讨论 来它这时候来它所受的力量必须 刚刚讲过合力要是0 所以来我们先把它的力图找出来 来第一个来它一定受有重力 Mg 这没问题 再来还受有什么力呢 弹力 那因为现在是升长所以弹力向上 而且我们刚刚讲过来这弹力的大小 必须要跟重力一样 好那因为它升长量是X0 所以来这个弹力的大小就是KX0 好所以来在平衡点的话其实是弹力 好来弹力的大小要跟重力的大小一样 所以来弹力的话是KX0 重力的话是Mg 于是我们就可以找出来 来平衡点的升长量是多少呢 平衡点的升长量是Mg除以K 好来这就是它平衡时候的升长量 好注意来这时候它不是原长 它跟水平弹簧不一样 好第二个 好来我们了解了平衡点大概是在哪边之后 好第二个我们要来了解 它往复震荡那一定有所谓的振幅 好那振幅是怎么一回事呢 来振幅我们先来回头看一下水平弹簧 其实水平弹簧的话是这样 来这边是平衡点 如果你不去理它 它当然就不会动对不对 好但是如果你往外拉多少 注意你往外拉了多少之后 手放开它一定会弹回去 好一定会往左边弹回去 也就是说往外拉的这个位置就是它 这个整个位移的最大值 因此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正伏 好他于是他当你拉到拉到拉到这边之后来 他等一下就会以R为政府来回运动 好如果说来我往内压 那往内压一样啊 当你手放开之后来他一定会往右弹回去 所以这时候这一段也是我们的正伏 他就会这样来回运动 意思就是说你从平衡点拉离距离多少来 那个距离就是我们的正伏 那千指弹往其实一模一样 你今天如果是在这边这是平衡点 你不理它的话来这边它就不会动 如果我这时候来 譬如说我往下拉拉到这一段距离 好这段距离叫做R 那我们知道在平衡点的话 重力等于弹力 那你往下拉拉到这个点的时候 因为重力不会变 那伸长量变大了 代表弹力比较大 好弹力比较大 所以来它就会弹回去 所以这个时候这个点就是最低的位置 好然后这边又是平衡点 所以来它就会以这个R为正伏来回运动 来回运动 好那如果 我们这刚跑掉没关系把它补回来 好如果我往上 好来假设说我往上压 好压到这边一样来这压了R的位置 那我手放开呢一样啊 好来刚在平衡点的时候重力等于弹力 那我现在往上往上到伸长量变小了嘛 所以代表重力会比较大 那重力比较大所以它就往下掉 好于是它就以这个R为正伏来回来回的跑 好所以来正伏R是什么呢 来正伏R你可以这样简单的讲 来它就是平衡点 好这时候就是我们最最最最大位移的距离 我们可以简单的这样讲 就看你今天你把它离开 离开这个平衡点来是多少 好所以这正伏R就可以视为是平衡点 跟这最大位移的一个距离 好那我们知道这两个之后 来接下来我们要来证明 好证明这个运动 好证明它是什么呢 来其实就是要证明它是简协运动 因为这个题目如果不是简协运动 你想一想它这样来来回回 一定是一个变速度的运动 你怎么有办法去找出它的周期 好所以这个东西一定是简协运动 好那但是必须要证明啊 好来要证明它是简协运动 必须要怎么办 来那就是要来符合我们的判断式 来简协运动的判断式是什么呢 来是F等于-KX 好这里要小心了 这里的X跟我上面这个X不一样 上面这个X来是伸长量 好下面这边简协运动X是什么 是与平衡点 好与平衡点的位移 因为在那个在水平弹簧 在水平弹簧的话 因为我的我们刚刚讲 在水平弹簧的话平衡点就是圆长 所以你今天伸长量跟你的位移X是一样的 但来到千子弹簧 来你的平衡点的时候一开始就有伸长量 所以你的你的那个X值其实并不是伸长量 好所以我们这边 来我们现在先另外再画一个图来看一下 好如果说来这里是平衡点 好来这里是平衡点 好然后呢假设说这里这是圆长 好先弄清楚哈 来我们刚刚讲过来这边叫做伸长量 好伸长量这边是0这边是X0对不对 好可是我现在我们要来讲它的位移 我说它的位置都可以哦 好来我们位移的定义是这样子 来我是定义平衡点 好我们写位置好了 来它的位置 来它的位置坐标化来我们是定平衡点为0 好是0 所以这时候你可以发现说从原场平衡点到原场 它差了X0 所以伸长量那个原场地方 它做位置坐标其实是-X0 那我们要证明是减弦运动 好其实我必须找出任何一个位置 好所以我现在如果随便画一下哈 来这边 好来这是任意位置 好这时候任意位置 如果说来它离开平衡点来是X 好所以这时候我们的位置坐标就会写成X 好可是写成X之后来它伸长量是会变多少呢 来它的伸长量必须要从原场算起 所以来它的伸长量是这一段 也就是它的伸长量是X0再加上X 来为什么一定要讲伸长量 因为伸长量会牵涉到它的弹力大小 好那我们现在把这些讲清楚之后 好我要证明减弦运动 好其实就是刚刚讲过要来判断之后它的F是否等于-X 好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来看它在任意位置 好任意位置如果才是这个图里面的X 这个X是向下对不对 好这时候呢我们来看它的弹力 对不起来这是合力 来它的合力是什么呢 来我们看这边 来它这时候应该还是受重力 Mg 好这时候它当然还是会受到一个弹力 好来这弹力 这个弹力我们这边F已经是合力了 好所以这边如果我把它叫F' 来这个避免会搞混掉 好那这时候因为我们平衡点是弹力等于重力 所以现在代表因为我现在代表比较长的 所以来这个弹力呢一定是比较大一些 所以来它会等于F' 减掉Mg Mg的方向向下 来这个指的是弹力 好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写了 来这个合力F 合力F的方向是向哪边呢 是向上 因为F'比较大 来它的值就是K再乘以它的伸长量 来刚刚讲伸长量是多少呢 来伸长量是X0再加上X 好然后这个Mg的话 来就是我们在减掉这个Mg 好请大家注意 来这个方向 因为我们刚刚讲我弹力是向上 所以这个减起来其实方向是向上 好来方向是向上 来为什么要那么强调方向 最主要是因为 来我们刚刚讲过来 现在假设X是往下 来这边是往下的话 那力量向上 所以这边就是暗示说 来我的F 好我们现在向量符号就不写它好了 来这个的话 其实刚好跟这个 这个是差一个负号 差一个负号 因为它是如果我这个X是向下为正 向下为正 那这个弹力呢就是向上 所以会变成是这样 好我们这边说明一下 好来我这边是即使是因为我定向下为正 好来向下为正最主要是因为我们 现在讨论的位置刚好是在往下跑的地方 好所以我们现在再看这边 刚刚我们在前面已经讲了 来再平衡点 平衡点的话 来它的KX0等于Mg 所以来大家看一下 来这个Mg会等于什么呢 来这Mg会等于KX0 好于是我们就会得到非常有意思的东西 用来什么呢 来是这样子 来这KX0再加上KX 再减掉Mg的地方用KX0表示 好你会发现说 这个KX0跟KX0竟然消掉 好来竟然抵消了 于是只剩下什么呢 来这是千尺弹簧 于是我就只剩下来是KX 那这个证明不就跟水平弹簧一模一样吗 来这个符合减协运动的判断是 所以牵直弹簧的运动 好所以来牵直弹簧的震荡 好来它这个上下震荡是减协运动 这边得正 因为你要先证明它 而且你会发现这个比例常数 这个K也是还是立常数 好来这边这个还是立常数 它跟水平弹簧几乎是一模一样 那唯一不一样的地方是这个X 这个X呢它不是伸长量 它是跟平衡点的位移 好那么有了这个证明之后 好来我们发现说它跟水平弹簧一模一样啊 所以来所以它周期是什么呢 所以来第四个 来所以它周期当然啦 这边我们就不再证明下去了 因为剩下其实就是因为最主要是已经说明了 它跟水平弹簧一样 所以它周期当然还是2π除以ω 好也就是说它也是还是2π更号k分之m 对不对 好来那它的最大速率呢 好来它最大速率 当然还是rω 来那就是r再乘以什么 更号m分之k 好那如果要问它的最大家速度 好一样是rω平方 所以来这边就是rω来就是m分之k 那我刚刚已经分别跟大家讨论了 这个r是怎么去找它 好那这个k的话是立常数 m的话就是它所挂物体的质量 好那最大速度当然还是发生在平衡点 因为它来回震荡一定是在平衡点速度最大 好最大加速度当然还是发生在端点 好所以我们对千尺弹簧做这样的补充 跟证明之后来我们再回头看这个题目 来就相对的变简单 好我们现在来看这题 它现在告诉你说来我现在这个立常数是k 来挂的物体是质量是m 根据刚刚的讲法来一点问题都没有 因为它基本上就是跟水平弹簧一样 所以来周期一样2π更号k分之m 所以这个当然不是一开始就写出来的 那这是因为我们刚刚讨论之后 你原来之后它就跟水平弹簧一样 来这边 与水平弹簧相同 好第二个来要问最大速率 好我们刚刚讲过来最大速率的话 它就是rω对不对 好来其中这个ω就是根号m分之k 因为它也是跟水平弹簧一样 好那正符呢 正符到当然每个题目的正符就会不同 所以我们刚刚有讲过 正符就是它离开平衡点的最大位移 好来平衡点在哪边 好根据这题目 我的平衡点就是我今天身长是x0 好来这个题目的笔记已经告诉你了 来我的平衡点呢 就是身长是x0的地方 那它是从哪边释放 来它说它一开始的时候是把它拖住 使它回到原厂 好回到原厂 所以来这就是最 这就是端点 好这就是端点 所以来正符就是什么 来这就是正符 好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原来正符就是x0 好正符就是x0 好所以以这个题目来讲 好我们就可以写出来了 来这边的最大 最大速度 好来这边这是x0 好再乘以什么 好m分之k 好他可能会以为答案就是这样 可是实际上这个x0呢 它题目里面没有 你看一下这题目里面就只有k 只有m 好再来的话好只有g 这x0是在图上的 所以这个题目有点小瑕疵 它其实这个x0应该不视为已知 所以我还要再设法把x0代掉 好x0是什么呢 来x0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的 因为在平衡点 好在平衡点 弹力就是kx0会等于mg 好所以来这时候x0就等于什么呢 等于mg再除以k 好所以x0的地方要用这个来带 所以来vmesh等于什么呢 好等于mg再除以k 再乘以根号m分之k 好于是我们就写出来了 来这边稍微整理一下 来g值抽出来 好那这两个 对不起g值抽出来 然后这两这个m跟k 把它移到这根号里面 把它稍微乘一下 好我们会发现来它是 这边是m来这边是k 所以来这就是它的最大速率 那最大速率的话 我们刚已经暗示大家了 它是发生在哪边呢 发生在平衡点 好所以 当你了解千指弹簧是 剪弦运动之后 好要做这样一个题目 并不太难 因为它基本上 很多都是跟水平弹簧一样 唯一的差异就是同学要记住是 那个x 那个x现在不再是伸长量 而是跟平衡点的距离 好然后剩下的 基本上来在处理的时候 就跟这个水平弹簧非常的像 那这是我们针对千指弹簧 做一个补充 做一个补充 好我们在这边结束 嗯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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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